以丸灭菌器安装视频 这里是家药口 用家药管连到环洋以丸气体瓶子上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排水口 用相应的管子连接 然后另一端排到下水道 这个是我们的一流口 另一端也是排到下水道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进水口 一端连到这 另一端连到全自动洗衣机的水龙头上 这里是我们的电源 是三项五线制 这三根是火线 这一根是零线 地线接到这里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进气 用的是八号气管 然后另一端连的是气泵 或者是空气压缩机 后面安装连接完毕后 然后打开电源 输入开机密码四个八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点击否 就是上一次灭军没有完成 点击否 点击运行监控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相续指示灯 当相续指示灯亮起 说明需要调整后面三根火线中的任意两根火线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缺水指示灯 当缺水指示灯亮起说明后面没有开水管 或者是水管没有连接好 然后这里是五纸记录仪 打开五纸记录仪 下面是我们的监测的温度湿度和压力 然后这里可以导出监测记录 这里也可以导出所有的灭军记录 然后我们开始开门 确认 用指甲干 正在进气 请稍等 当压力降到零 点击确认 门已打开 然后可以放入我们需要灭军的物品 两侧要留三到五公分的距离 然后上面不得超过这个这个器械 然后底部 底部要高于这个地轨 然后把门关好 使劲按压 按压后点击关门 当显示门已关好 进入系统 点击五十摄氏度灭军程序 进入系统 直接搁 这里是我们的灭军参数 温度五十 湿度五十五 压力负五十 灭军时间四百八十分钟 然后点击开始 点击确定 然后开始 抽真空 这里是我们的泄露测试 然后这里是测漏测试的计时时间 当泄露计时结束 温度开始升温 升湿到设定温度 设定温度 五十 设定湿度五十五 达到温度湿度之后 进入 加药抽真空状态 开始抽真空 到 负五十 千帕 当 当压力抽到负五十之后 出现灭军具注入 提示 请扎入 还阳乙丸气体 打开 还阳乙丸气体 打开 然后达到进气状态 旋钮也要保证打开 进气压力 从负五十到负五 当还阳乙丸 加注到负五以下 关闭还阳乙丸气瓶 系统将进入测试阶段 测试完成 将进入自动灭军阶段 子瓶 靠近